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 六都的施政满意度了 这因为年底要选举了 联合报信民调中心 公布了最新的六大都的民调 六都施政满意度上 来看到谁是第一名 第一名是谁呢 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的支持度满意度 是高达了90.9%居冠 其他第二名是谁呢 大家可能想不到 是桃园市长郑文灿 他的满意度 是还高达了83.2% 但是他的不满意度 也是有14.1% 另外第三名 也同样是民进党的 台南市长黄伟哲 满意度81.9% 不满意度12.7% 接下来来看到的是 右手边的这一部分 接下来是高雄市长陈其迈 满意度78% 不满意度也有16% 再来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他的满意度是74.6% 不满意度到20.8% 这是目前在第一名到第五名当中 那满意度比较高 不满意度比较高的部分 但是敬培莫做的是谁呢 是柯文哲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满意度 只有61.4% 台北市是首善之区 首善之都 怎么为满意度只有61.4%呢 而他的不满意度 也高达了34.5% 所以接下来民众党要选台北市的话 看起来真的是要加加油 实在有一点难度了 看到这一份联合报的民调中心 所公布的最新六都的民调 针对首长的施政满意度 城市的光荣感 还有幸福感 以及六都经济的面向调查 台北新北市长侯友宜是99.2% 台南市长黄伟哲81.9% 而看到柯文哲是敬培莫奏 而这个国民党立委侯孟凯就指出了 新北市是市政有目共睹 柯文哲呢 只是面临如何让市民不见的光荣感 幸福感可以帮他们找回的挑战 接下来更多的内容 我们交给在国会的记者李嘉宇 好 主播观众 欢迎收看这个小时 各位最新调性道理发言人 洪梦凯 是 焦鱼早 大家早 是 欢迎早安 今天聊满意度 所有的六都县市满意度 因为现在要九合一大选了 然后现在也要县市首长的大选了 我们现在看到六都的施政满意度 包含了幸福感 施政等等的 还有很多内政 交通 还有防疫等等的 那我们来看到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拿下了99% 那其次是桃園市长郑文灿 那再来还是高雄市长陈其迈 然后再来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最后一名变成了台北市长柯文哲 到底为什么双北的这个民调 跟施政满意度 幸福感会差这么多 委员自己选去在新北 委员怎么看这件事情 是 我先更正一下 是侯友宜的这个满意度 应该是90.9 没有到99 因为99真的太高了 我想侯市长他能够拿到90.9 而且我印象中这个民调 历次以来几次的县市长 也都没有人拿超过9成 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 非常高的满意度 但是这绝对不是 只是侯友宜跟功劳 我相信侯市长 他自己也会这样认为 为什么 因为是过去新北市府团队 包括第一线的警销 医护人员 公务人员 我想这些人员 才是真真正正能够让所有市民 满意的最主要原因 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过去这两年 疫情很大的一个因素 还有就是包括说这个防疫相关疫调等等的 每一次我们面临到疫情的时候 其实第一线的警察人员 第一线的消防人员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完全都是动起来 甚至我们当地 我自己所在的区 有那个区长连续三个月 六日都没有放假 六日都还是跟我 名义代表没有放假 天津地义很正常 但是行政官员 尤其是公务人员 区长他负责这个整个区的 这个疫情调查 以及公务体系的一个调动 六日都还自己拿着牌子 跟着同仁拿大声工 到菜市场里面去广播 说请大家戴上口罩 请大家要扫实名字 我想这已经做了很多 中央要求的事情 除了中央要求事情以外 更多做了很多他们没有要求 他们做的事情 我想这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是说 这次在新北市 真的即便是我们的居住环境 生活品级 可能还有差强人意的时候 但是我们也慢慢努力 也在往前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医护人员 警消弟兄 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我想这才是为什么 这次满意度高的主要原因 当然侯市长过去到现在 他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喜欢 喷政治口水的 对比其他的这个县市首长 尤其是我们就直接看 所以说像台北市的柯文哲市长 有些时候常常他会有这个记者 会也是炮打中央 当然一部分时候 我们也真的听得非常的这个 讲出人民的心声 但是有一部分也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在跟中央这个互唱反调 那还有就是这政治上的角力 在新北市相对来讲 是比较没有看见的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比较没有政党立场色彩的人 大家都会一致认同 认为说侯市长他有九成的满意度 是 而且这个民调 新北市长侯仪仪不是第一次居冠 他都是在前三名 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在防疫的表现上面 可能新北市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因为在防疫的满意度上面 台北市跟台中跟台南 应该说台中台南新北都很好 但是台北就不太好 那这样子回来看 其实防疫也会影响到台北的选情 甚至现在防疫会不会是因为 中央的配套有问题 所以影响到地方呢 我觉得中央的态度 绝对会对地方造成非常大的负担跟影响 为什么我们常常讲是说 台湾就是一个一日生活圈 我们坐高铁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其实非常的方便 也因此如果说有疫情爆发的时候 其实任何县市都不可能免于置身事外 但是过去不觉得中央在疫情 这件事情上面 也都是非常的政治操作 当桃园有发生相关的疫情的 一个爆发的时候 马上轻描淡写云淡风轻 甚至没有很及时的 第一时间的来做一个加强的管制 但是当双北去年5月爆发的 这个疫情的时候 马上就是甚至还讲出说 这个病毒就是说从万华出来 连这种话在国会都敢讲得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至所有 台湾民众的这个情何以堪 而且当时我记得南部的县市长 还有说我要调查我的民众 什么时候有从双北地区 不管是旅游或者是说返回来 要做这样的一个疫调 我觉得这是完全是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中央的疫情的面对的态度 绝对会影响到各地方政府的一个防疫 那我们再来看其实新北市 因为四百万的人口 他等于就是台湾的一个缩影 而且很多新北市民 其实过去没有住在新北市 但是可能因为成家立业的关系 搬入新北市变成是新新北人 我们都予予欢迎跟尊重 而且我们都是共同互相包容 但是疫情从过去到现在 其实我们已经挡了好几波的疫情 因为好几波都是说感觉要爆发 但是到时候又可以掌控 要爆发又可以掌控 所以还是回归到刚刚讲的第一个部分 其实第一线的警销 医护人员都是非常的辛苦 我想疫情能够控制得宜 当然大家都不希望疫情发生 但是疫情如果说真的发生的时候 能不能第一时间把它给匡列起来 并且不要用政治操作的立场 而是真真正正的做实事 我想这才是民众会想要看到的 一个政府官员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且有一句话说得好 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所以真的日子久了 大家就会看到出来是说 谁真的是有在做事 谁真的只是喷口水 谁真的只是靠着中央这样子 在这做这一些比较表面功夫 我想一目了然 民众还是眼睛血亮了 而所有的首长也应该要警惕 看到这一份民调 如果说只有一次的话 那当然是仅供参考 但是几次都做出来这个民调 而且这个民调的趋势 都已经很明显的时候 所有有心为人民服务的 政府官员跟政府首长 真的应该要好好参考跟警惕了 是 今天谢谢委员 谢谢 好 讲到六度县市的民调 现在后仪是拿下了九成居冠 那再来看到是台湾市长郑文灿 台南市长黄伟哲 高雄市长陈其脉 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 最后一名竟然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那刚刚立法委员洪梦凯就分析说 北市可能是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导致选情就不断地在低落 还有可能是因为中央的配套措施 不止当时万华爆发疫情的时候 所有人的炮火都攻向万华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防疫的配套措施不只是淘机 还有北市的防疫措施好像做得不够好 再来看到新北市因为刚好是 鸿蒙凯委员的选区 所以他会认为说这个施政满意度 是民众都很有感觉的 不过双北拉锯这么大 也让国民党面临的说 如果说北市的选区 对国民党说也是一个艰困选区 但是新北市长后仪如果表态 说要连任的话呢 新北这一块呢 其实国民党是非常有机会的 以上是自己的国际最新 我们将进行交易给彭妮主播 防疫期间呢 要推荐给大家使用我们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 这一台呢 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 是的 karo 小明先生 你好 我怎么会找到 就是 Los Angeles kom потому